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胖跳手意志 今天是受伤恢复训练的第四天 那今天的颈椎感觉呢比昨天要好多了 昨天不是感觉像被人打了二三十拳吗 然后肌肉像撕开一样 那现在的疼痛感呢缓解多了 那前面在路板上跳一些翻腾动作呢 又是不一样的疼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有东西在扎着你的背 就是我每次摆背或者每次落地的时候 像有一根刺扎着你的肺那个地方 然后很疼呼吸不了 那就是每跳几个的话就得坐下来缓一下 穿穿气 我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 行吧 摇了一会天气转顺了 接着去开干 好了那我的路上训练就结束了 那前面跟队友聊天才知道 他们明天要去布里斯湾比赛 我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消息 一般平时比赛的话 我会有得到邮件嘛 我没有得到中共邮件也没有人通知我 我这一受伤好像被全世界遗弃了 我太可怜了 我太难了 那也没办法了 明天我的主教练走了 当然还是有其他的负责教练的 那计划呢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么去执行 反正目标的话就是脱水师也被选拔赛 拿到资格嘛 那就徐徐渐进吧 别想那么多了 开心不开心 也就是试试 就是这样子 反正调整好自己心态吧 那现在已经消雪了 前面跳了几个摆墙的动作 肯定颈觉的地方还是很疼的 不好在没有影响我的动作 技术和节奏没有变 那大家知道我们跳板是弹的 那我们要用身体的重量 然后配合跳板的节奏 来跳得更高 然后把动作完成得更轻松 那如果一天两天不跳呢 这种身体感觉和节奏都会变 更换我二十多天都没练了 其实我挺担心我的节奏找不到了 但现在看起来情况呢 还比较好 那至少不用专门去费时间 再去找我这种跳板 行吧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了 那明天呢 我的队友呢 就出发布里斯班 就剩我一个人了 好可怜啊 好吧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小胖跳的日志 那我是小胖 咱们下期再见